剛從新加坡過來 趕過來參加記者會也過來了 我們在地的稻草人舞團的代表 就是我們靈魂人物羅文錦 就在這邊 然後再來這是姬史騰 姬史騰舞蹈團的惠宇導演 也在現場 真的很開心 彭提升輝 那首先我想請這個吳老闆 就是幫我們這個影展 做個... 對... 介紹一下 謝謝 來這門 謝謝 我們漂亮的主持人 還有我們的策展人 還有我們現場藝術家 還有我們的旅長 社區的旅監事 還有我們記者朋友 還有... 我們的夥伴 大家早 我也很高興 因為在這個老戲院裡面 辦這個... 這個所謂一個無影的影展的話 這個機會不是很多 大部分都是以電影為主題 用跳舞為主題的那個... 影展 畢竟比較少 所以這一次就是... 我們策展人他有這種... 心思我們覺得 一定要協助他來把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做得好 因為這個跳舞的東西啊 有時候是不可複製的 因為早期啊 這個電影... 電影還沒有發明之前啊 這個舞蹈的話就是... 可能一天... 我看他們那些... 老演員喔 那...老演員跟他們分享 他們有時候一天表演洋場 就... 他縫裂... 他縫裂跳吧 齁 體力要套近 因為他要... 表演一個動作的話 都要很用心的哦 齁 像那個...我們那個... 導演喔 你看他們那個動作都是要很用心的齁 而且這種動作的話是不能說馬虎 你馬虎的話是失去他的那個美感 所以那個東西每一天都... 每一次每一天都這樣...這樣...這樣... 表演的話 老師是很辛苦的 所以... 後來慢慢變成一種電影 電影為什麼電影會那麼有魅力 因為他電影只要一次的完成以後 他就變成一種時空膠囊 就好像他走住在那裡 就變成一種時空膠囊 所以電影一般來講 外國人他們也把他定位為一種時空膠囊 所以你可以可負置信 你經過一百年以後 你再拿出來看的話 你就會回到那個時代的那一個那一個 感覺啊 但是你沒有這個記憶的話 沒有這種影像記憶的話 根本你經過一百年 你會慢慢忘記了 你用文字的話不能去揣摩 那當時的那一種肢體語言啊 那種思維 根本沒辦法 所以這個用影像的記憶 是一個很好的構想 我希望這個一定要把它列入裡面 將來跳舞的一個領域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這是我一個電影人的感想 所以這個將來的話 這個東西不是只有跳舞而已 他又把他的影像全部把它記錄起來 一百年後兩百年後 再拿出來看 哇那個是回味無窮 是簡單跟各位分享這樣子 謝謝大家的歷領 謝謝